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全面战争 这场大战历时四年 三十多个国家权 三千多万人伤亡 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掠夺 如何把世界一步步拖进战争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让三大帝国崩塌 进而彻底颠覆了世界格局 时至今日人们仍能听到这场大战的回响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什么都与一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学者石伟将为您讲述一战风云 敬请关注 1914年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 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快速打败协约国 德军很快就在西线陷入战争的焦灼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德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决定 向素有霸底咽喉之称的法尔登要塞发起进 企图一举击败法国 那么这场德法两国之间的生死较量 最终谁才是胜利者 法尔登战役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他对德法两国乃至于整个一战后期的世界局势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历史学者石伟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一战风云第十集 损兵折将 凡尔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节我们说到 整个1915年 是大战中最关键的一年 却被丘吉尔异想天开的 加利波利登陆战给毁了 结果出动了几十万大军 将近一半的海军力量 却没有从腐朽没落至极的 奥斯曼土耳其那里 讨到一点便宜 最终在损失了二十多万人之后 不得不黯然收兵 不过 这个加利波利战役 也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协国强大动员能力的感召之下 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意大利 竞不住诱惑 加入到了协国的阵营里 什么诱惑呢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 德国虽然是同盟国 但是呢 这个意大利 对奥匈帝国的西南一带领土 一直就是垂涎三尺 这回啊 看到英法力量那么强大 就动了心思 想通过改换门庭的方式 跟奥匈啊 只话有为敌 这样呢 不就好下手了吗 可没想到啊 奥匈帝国打俄国不行 打意大利啊 却是游刃有余 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把这个意大利啊 打的是口鼻流血 这个德国啊 在西线讨不到便宜啊 那只好呢 在东线打俄国 基本上呢 一打一个准 这报纸啊 所需要的胜利啊 就到手了 这俄国不能老失败仗啊 怎么办啊 那就打奥匈 基本呢 也是胜多败少 这战争呢 也就维持下来了 本来啊 这个奥匈啊 成了这个失误链的底层了 这老是失败仗啊 迟早有一天啊 就打不下去了 连这个塞尔维亚 都能打奥匈啊 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意大利操上来了 于是啊 双方就在这个 阿尔比斯山 边境一带的 一个叫一松左河的地方啊 展开了 十几次战役啊 因为啊 每次战役的战场啊 挨得太近了 没法用这个地名来区分 所以呢 就用这个数字来标记 1915年6月 到1917年的12月 双方啊 在这里啊 反复打了12次战役 叫什么呀 12次一松左河战役 奥匈帝国呢 稍战上风 反正啊 只要有胜利就行 所以呢 这个奥匈也有了把战争 硬撑下去的本钱 进入这个1916年啊 大家都该冷静一下了 好好想想谈判的事了吧 因为什么呢 1914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威廉二世啊 就拍着胸脯 跟大家说过 等到这个树叶落下来的时候 孩子们就都回家了 可这树叶都落了两轮了 还不停手吗 不行啊 这个死的人啊 太多 仇恨太深了 已经杀不住车了 双方啊 都认为 停止战争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主要战场上 也就是吸陷 许多关键性的突破 于是啊 1916年这一年 又成了一战历史上 最为血腥黑暗的一年 1916年刚一开年 接替毛奇 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 法尔可海印 就在西线 发动了新的总攻 目标呢 就是法军助手的 法尔登要塞 选择这个法尔登 作为突破口啊 原因很多 法尔登呢 是法国巴黎的门户索要 而且啊 在当时双方的防线上 是一个突出部 除了战略价值之外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法尔登啊 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圣地 一千多年前的 法兰西民族的诞生啊 据说就是以这里为起点呢 对于重视历史和文化 传承的法国人来说 法尔登啊 不仅是军事要塞 更是情感上 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 所以啊 这个德国人认为 如果把这里打下来 法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差不多 到头了 为了攻克这个凡尔登啊 德军啊 悄悄抽掉了 27万大军和军火 光阴线部署的火炮 平均每公里的防线上 就达到了62门啊 除了大炮啊 德国呢 还准备了很多新鲜玩意儿 大搏杀工程炮 这个就不细说了吧 长得又矮又粗的旧炮 能够将50公斤重的流线弹 准确地打到嵌豪里 然后四面开花 让敌人啊 无处躲藏 射速呢 每分钟12发的速射炮 能够像机枪一样 连续发射 口径130毫米的炮弹 还有啊 专门为嵌豪战 研发的喷火器 此外呢 还有160余架飞机 作为一战中啊 最先涌现出来的利器 到了1916年 飞机啊 已经成了各国都比较认可的 新锐武器 而飞机啊 第一次大规模 应用到实战当中去啊 应当说 就是从凡尔顿战役开始的 不仅如此啊 为了确保此计划的万无一失 这个凡尔肯海因啊 连人事因素都考虑了进去 除了这些飞机大炮啊 德军啊 还特意为此次战役 准备了一件 最重要也最神秘的王牌武器 什么呢 此次战役的总司令 德国皇储威廉殿下 可能有人要问了 这皇储是哪吒呀 怎么可能比飞机大炮都厉害呢 您可别忘了 人家可是皇储啊 他担任此次战役的指挥官 他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在啊 指挥部里坐着 那么无论是兵力调动 还是物资波幅 铁路运输 通通啊 都会没话可说 谁敢得罪 大帝国未来的接班人呢 对当面法军的情况呢 法尔肯海因啊 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因为啊 法尔登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啊 这法国在这里的防御啊 也算得上是固若金汤 法军整个的防御体系呢 是以法尔登为中心 总长约一百多公里 层层叠叠 纵身呢 达到了几十公里 共呢部署有法国的十一个师和二十多万人 火炮呢 七百多门 法尔登的地位和意义 非同一般 他不仅是军事要地 而且是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胜地 法军统帅霞飞 定然会带着军队誓死守卫 而德军为进攻 法尔登也做了全方位准备 法尔肯海因不但命令部队 布置了重兵火力 和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 还投入大量飞机应用于战场 意图将法国彻底击败 在这种局面下 德法两国的生死博弈将如何展开 独盟要塞 素以坚不可摧文明一事 一小队德国兵一枪未发 一人未死就轻松将其拿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历史学者石伟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一战风云第十集 损兵折将樊尔登 1916年2月21日清晨啊 随着一道亮光划破天际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炮击开始了 上千门大炮啊 以每分钟两千发的速力 将法军阵地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啊 德军共向法军的驻类地带 发射了多少炮弹呢 足足两百万发炮弹 然后啊 十几万德军就以迎联为单位 跳出掩体扑向法军阵地 每个联啊 都以事先训练好的突击班为前导 什么叫突击班啊 就是专门给凡尔登防线 预备的特殊兵种 每个突击班啊 配备有机枪 火焰焙车器 排击炮和手榴弹 突击班的任务就是迅速推进 为后续部队呢 打开通道 在德军的连续炮击和冲锋之下 法国军队啊 是溃不成军 德国冰封啊 直指内保防线 只要突破了这里 以固若金汤 著称的凡尔登防线 就将成为历史名词了 这一头撞上 法国内保防线的德军啊 首先遇到的 就是都盟要塞的强大火力 但是呢 要攻克这个都盟要塞 是非常棘手啊 整座这个要塞啊 外墙这个覆盖有 厚达两米的碎石层 这要塞外围呢 还有多座紫宝的掩护 据战前啊 德国军队掌握的情报来看 仅都盟要塞 主建筑物里头 就起码超过五千的法军 这一看这个都盟啊 要塞对大炮免疫啊 这怎么办呀 德国军啊 就只好上演了什么呢 人的海战术 第一波冲出来的是 德国军的一个团 但是这个团啊 就搞了一次冲锋 然后呢 就被打散了 就地解散 乱军之中啊 一个叫康兹的德军中士 带着一小队人 也就一个班八九个人吧 正好呢 被这个都盟要塞的火力啊 封锁在了主炮台的下面 进退两难呀 康兹啊 深知此地啊 不宜久留 只好带着部队啊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啊 向主炮台背后兜去 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躲起来 这几个德国兵啊 七拐八拐 没想到误打误撞 竟然钻进了呀 都盟要塞的主堡里 进入要塞之后啊 这小谷德军啊 是哆哆嗦嗦啊 在这个要塞里 转来转去啊 寻着声音呢 首先找到了要塞中 开炮开得正欢的那门大炮 只见四名浑身上下 烟熏火燎的法国炮手 正一炮一炮 放得正欢的 猛一回头 看见一群德国兵 从身后钻了进来 双方啊 都禁不住 吓了一大跳 最终啊 还是法国人反应快一点 就在德国兵眼皮的底下 四名法军啊 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 瞬间就没了影 这破坏了大炮之后呢 康兹一伙啊 还是胆战心惊啊 他们可是在整整 五千名法军的老窝里啊 只要那四个法国士兵啊 能够叫来一个牌子战友 康兹他们就只有 投降的份了 但是啊 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这四个逃跑的法国兵 怎么没去报信啊 原来啊 法军高层啊 一直在强调一条 非常严格 而且又无情的战时法律 反感临阵逃脱者 杀无赦 这四个人啊 见了敌人不去拼命啊 反正丢下大炮 自己去逃命 这不就是明显的 临阵逃脱吗 所以啊 这四个丢了大炮的法国兵啊 根本就没敢去报告敌情 而是呢 找了个地方 没事儿人似的 躲了起来 在法军的故意放水之下 康兹啊 他们的胆子也大起来了 开始啊 在迷宫一般的要塞里 到处溜达 在没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 一枪未发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呢 抓了一大票俘虏 还顺便呢 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窗 等到基因部队啊 也纷纷进入了都盟要塞里以后啊 康兹他们才打着宝格 告诉后来者 此地啊 已被我们占领 不劳各位费心了 之后啊 经过仔细检查 德国人精益地发现 作为最为重要的防御支撑点 都盟要塞里的守军 不是他们预先估计的5000人 而是多少呢 60人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啊 从康兹他们发起进攻开始 到他们呢 误打误撞 钻进这个要塞 再到他们啊 最后实际控制了要塞 只花费了45分钟 而且啊 一枪未发 一人未死 弹药消耗为零 尽管事后啊 德国媒体啊 把这股德军的英勇神武 吹上了天 整个国家啊 都为这个攻克都盟 而兴奋异常 但是啊 民眼人啊 都看得出来 这并非是士兵们啊 这个应用善战所致啊 而是啊 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真正把都盟要塞的钥匙 塞在康兹他们手中的 正是法国元帅 霞飞阁下本人 这个霞飞啊 鉴于这个烈日要塞 被巨炮攻破的教训呢 得出了啊 鸡蛋不能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的结论 于是啊 大量抽掉 要塞驻军啊 用于外围防守 结果呢 最坚固的 这个都盟要塞里呢 反而呢 被不到一个班的德军呢 不到一个小时就拿下来了 整个凡尔登防线呢 也因此而岌岌可畏啊 在重兵火力的炮轰 和精锐军团的强力冲锋下 德军四天内突破法军三条防线 并占领了最重要的都盟内包 凡尔登岌岌可畏 紧要关头 法国老将贝当临危受命 守住阵地 他将作战方针由进攻改为防御 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强部队战斗力 他的这些举措 能否力挽狂澜 让法国转危为安呢 当德军遇上了贝当 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法国最坚固的都盟要塞都能轻易失手 口耳相传间 前线法军的种种不堪啊 更是石油耳闻 这让英国 俄国等同盟国啊 都对这个法军的战斗力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危机关头啊 拯救凡尔登的重任 落在了一位 战前只是个区区上校团长的 瘦老头身上 这个瘦小干枯的老头 是何许人也啊 他呀 叫贝当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早年间呢 毕业于著名的圣西尔军校 军中呢 也没有什么可资生前的关系 但贝当的可畏之处啊 在于他划时代的眼光 对当时啊 充斥于法军内部的公式邪教呢 他向来呢 都嗤之以鼻 同时啊 对于后勤补给 空军作战 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等这些呢 前缘学科呢 却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到达前线之后啊 贝当啊 没有向令反攻 而是啊 给前线调来了 大量的火炮和援军 同时呢 还创造性的 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线 什么线啊 安全线 他呢 允许士兵 在交战不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主动撤退到 这条线之内 这以前啊 宠上公事学说的时候 那是绝对不敢想的 不过呢 此举啊 不仅缓解了前线士兵的恐慌情绪 而且呢 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贝当认为啊 把拳头缩回来 是为了打得更狠 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呢 必要时呢 必要的后退呢 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面对强大的敌人呢 法军士兵啊 不应该做无谓的冲突 而是要避敌锋芒 蓄势待发 不仅如此啊 在法尔登 贝当啊 就像是一座 积蓄了足足六十年雨水的水库一样 刚刚打开了闸门 灵感就喷血而出啊 层出不穷 他下令啊 大幅度改善前线士兵的火石标准 从而啊 让世界上第一辆野战吹噬车 在法尔登诞生了 从此啊 法军士兵啊 猫在战壕里 也能吃上香气扑鼻的饭菜 为了改善前线的这个补给 他呢 搜罗来了全国的卡车 昼夜不停的 向法尔登输送部队和集养 三千五百辆卡车 构成了最早的机械化补给线 沿着贝当啊 专门修筑的公路 每周将多达九万名士兵 和五十万吨物资送敌前线 为了提高前线士兵的士气啊 在贝当的倡议之下呢 法军呢 在法尔登开始了轮战制 什么叫轮战制啊 士兵啊 只要在前线助手满一周了 就可以呢 分批次出带到后方进行休整 哎 这样一来呢 前线的士兵呢 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和充沛的体力 在法尔登陷入危急时刻 贝当将军并没有着急进行反攻 而是着重加强兵力补给和后勤的爆炸 同时他对部队实行轮战制 让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那么士气大涨的法国军队 接下来能否高歌猛进 将德国军队赶出法国 巴尔滕海音本想在凡尔登彻底打垮法国 进而取得世界战场的胜利 却没想到深陷泥潭不容自拔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最终将如何收场 他又给德国带来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历史学者石伟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一战风云第十集 损兵折将凡尔登 经过被当的苦心经营 凡尔登前线很快就气象一心 法国到5月1日被当离开的时候 法军已在凡尔登防线 被德军撕破的缺口处 集中了47万人的兵力 以及无数的火炮 和足够上述大军使用数月的挤养物资 在强大的军事后勤保证之下 法军重新焕发了斗志 德军的几次攻势都被法军给瓦解了 眼下轮到德军士兵发懵了 由于法军炮火逐渐猛烈了起来 德军前线又离后方很远 加上初春时节道路泥泞不开 德军的补给是渐渐成了大问题 而气人的是 对面的法军战壕里 这每道饭点就香气四溢 这也就罢了 局在父皇面前显示身手的威廉皇储 面对僵局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在他的严令之下 德军士兵不得不一次次的 向法军的钢铁防线 发起毫无希望的冲锋 直到整团整营的士兵 被炮火和机枪给消灭殆尽 短短13天的攻击里 德军损失了10万人以上 在几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 德军法军的士气 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 德军的士气滑落到了谷底 而德国企图通过防尔登防线 占领防尔登 从而打败法国的计划 也就此落了空 对法国来说 前线的危局是缓和了 可是贝当的危局却来了 怎么回事 贝当坚持认为 不能够浪费士兵的生命 贝当的种种举措 却触怒了这霞飞手下的 易干人等 这包括谁呢 包括这个苏以法军屠夫 著称的尼伟勒和曼京 尼伟勒和曼京三分五次找到贝当 要求自己的部队 单独向德军发起反击 遏制敌人的气势 但是都被贝当给拒绝了 尼伟勒和曼京 职务虽然现在比贝当低 但他们战前就都已经是赫赫有名的 军中风云人物了 而且还都是霞飞的高徒 这霞飞的语录被的是滚瓜烂熟 能哄得老爷子哈哈大笑的爱徒 哪能受贝当这气 于是排着队去找他们的恩师霞飞 轮流打贝当的小报告 霞飞尽管非常讨厌贝当 但是贝当此时已经是全法国文明的 民族英雄了 既然自己不能够解除他的职务 那怎么办 那就提升他 于是霞飞一旨调令 将贝当升成了没有实权的方敏军司令 而负责反尔登战役的第二集团军司令 这一实职 则给了霞飞自己最青睐的爱将 谁啊 尼伟勒 贝当走了 在他的身后 给反尔登的守军留下了很厚实的家底 完备的攻势 充足的挤养 敢与德军一较短长的高昂士气 但尼伟勒一来啊 全都毁了 尼伟勒一来啊 几乎就马上就废除了 被当此前的一切方法 接着呢 大手一挥 让成千上万的法军 向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会有所收获的地段 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 尼伟勒的倒行逆施啊 其实啊 已经足以引起滑变了 但幸运的是啊 恰在此时啊 协议国统一行动的会议啊 这个威力开始显现了出来 为了减轻法国的压力呢 俄国啊 在东线发起了春季攻势 那么新的英国允政军呢 也补充到位了 除此之外啊 为了消除德军 在凡尔登防线上 对巴黎的威胁 协议国呢 还策划了同样规模的 索姆河战役 为凡尔登减压 但由于啊 德国啊 连黄储的面子 也抵押在了凡尔登 所以呢 德军啊 尽管四面楚歌 凡尔登这仗 还得要继续打下去 进入了六月份啊 战场环境是日渐恶化 随着协议国一连串 新战役的开始 德国呢 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为此啊 德军总参谋部 再次向凡尔登前线 下达了严令 务必在六月十五号之前 攻占凡尔登 都盟落入德军之手之后啊 支撑凡尔登防线的重任呢 便落到了哪呢 便落到了都盟要塞身后的 福格斯要塞上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啊 德军啊 故伎重施 再次向福格斯要塞 展开了大规模的炮击 随后呢 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然而 当时啊 这个被当的余威尚在啊 法军的远程炮火 和要塞守军的顽强抵抗 让德军是死伤惨重 直到六月五号 连续分仗了六天之后啊 福格斯要塞上 高高飘扬的法国三色旗 终于悄悄地降了下来 守军啊 完成了坚守的任务之后 摧毁了大炮 悄然撤退 此时啊 整整一个营的守军 只存活下来 区区的几个人 德军呢 占领了福格斯要塞之后呢 为了尽早提出战斗 冒着被协约国报复的危险 再次呢 在前线使用了毒气 但是啊 却效果甚微 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啊 几乎啊 仍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这时候啊 就连德国的报纸啊 已开始反思起 凡尔登战役 还真的有必要 坚持下去吗 即使占领了这个炮台 或那座要塞 究竟有没有一点价值呢 这个言外之意啊 德国当局啊 正在为战役的失败 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就这样 双方你来我往 到年底的时候为止啊 战线啊 重新又回到了 将近一年前 德国进攻前的台势 至此啊 凡尔登战役 终于结束了 德军的总参谋长呢 再次成为了 高层决策失误的替队羊 浪制兵力的 是皇储殿下 可遭到解职的呢 却是凡尔肯海音 这场前后 耗时近一年的战役 在方云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双方呢 共发射了四千万发炮弹 而双方前后 共投入了一百二十个师啊 约两百万人 其中有一百万 都死伤在了 这一小片领土之上 尽管啊 事后协约国和同盟国 都公开宣称自己 取得了胜利 但谁都知道 这是一场 比拼人肉与鲜血的 愚蠢战役 协约国呢 仅仅是收复了阵地而已 德国呢 仅只是回到了 出发前的出发线而已 期间啊 唯一欢笑的 只有手持镰刀的死神 但是这一切还不算完 相距反而能不远的 西线另一端 另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马上就要上演了 这就是著名的 苏母河战役 那么苏母河之战中 有哪些 鲜为人知的秘密 而等待这些年轻士兵的 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咱们下期接着说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1916年6月下旬 以侠妃为首的法军 和以黑格为首的英军 联合起来 对索姆河地段的德军阵地 发起猛烈炮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 驻扎此地的德国比洛集团军 会如何应对 索姆河战 被称为一战争最惨烈的阵战 它对一战后期的世界格局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假期将为您讲述索姆河战役